为了庆祝我网红事业达到新高度 粉丝订阅数超过了50 我给自己增加了硬件投入买了话筒 有了这个话筒之后 我的网红事业可以从脱口秀拓展到唱歌 我能尝试的歌曲类型可太多了 不知他家处 不知他何行命 都叫我作离难 睡不宁 也许放心才能靠近 我轰动了一心 小谈思思仰旅行 等你呀想听 苏惠干共黑情 庸致是乾隆的爸爸 庸致是庸致的爸爸 庸致是乾隆的什么 耶耶耶耶耶 我朋友提醒我 你只是换了一个话筒 但是你没有换一副像 你